鸡腿 鸡腿 鸡腿又称皮派腿 是鸡脚到腿的根部的部位 由于脐味较淡 脂波坚硬 因此可用于各种料理之中 鸡腿的热量只要在于皮部 害怕肥胖的人群 可以将皮剥掉后使用 鸡腿营养丰富 含有维生素 脂肪 烟酸 以及甲磷 纳西等充分 孕犬其蛋白质 含量比例较高 种类多消化力高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要增强体力 强强身体的作用 不仅如此 鸡腿肉中还含有 对人体生长发育 有着重要作用的磷脂类物质 它是膳食结构中 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营养不良 胃寒怕冷 法力疲劳 虚弱等 有很好的食料作用 那么鸡腿是一盒 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 鸡腿和香菇搭配 可以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 鸡腿和栗子搭配 可以补肾兮一匹腿 鸡腿和竹笋搭配 能暖胃益气补筋血 鸡腿和鸡筋骨搭配 可以防止肝脏及胃肠疾病 鸡腿和花椰菜搭配 可以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 提高人体免疫力 在生活中 鸡腿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 烹烧鸡腿 炸鸡腿 可乐鸡腿 土豆炖鸡腿 鸡腿炖蘑菇等等